沃特顿湖国家公园 沃特顿湖国家公园是位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西南角的一个国家公园 它与美国蒙大拿州的冰川国家公园接壤 沃特顿是加拿大第四个国家公园 成立于1895年 以沃特顿湖命名 而沃特顿湖又以维多利亚时代的博物学家和自然保护主义者查尔斯沃特顿命名 它的范围介于洛基山脉和大草原之间 这个公园包含505平方公里195平方英里的崎岖山脉和荒野 沃特顿由加拿大公园运营 全年开放 但主要旅游季节是在7月和8月 公园内唯一可用的商业设施位于沃特顿公园镇 这个公园的海拔从镇上的1290米4232英尺 到布拉基斯顿山的2910米9547英尺不等 它提供了许多风景优美的小镜 包括地学湖小镜 2012到2013年 沃特顿湖国家公园共有40万2542名游客 该公园是2011年国家公园项目短片的主题 该短片由彼得林奇指导Cadence Weapon Laura Barrett和Mark Hamilton配乐 多米尼克土地测量师威廉皮尔斯 在1886年的年度报告中 第一个建议在沃特顿湖附近建立公园 尽管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893年居住在湖泊以北的牧场主弗雷德里克威廉哥德萨尔 弗里克威廉哥德萨写信给皮尔斯皮尔斯引用了他1886年的报告 并建议将该地区变成公园保护区 皮尔斯提出了这一建议 指出该土地没有农业价值 放牧钱力很小 内政部长托马斯梅恩戴利看到了这一提议 并只是在该地区建立一个公园保护区 最后1895年5月30日1895到1621年 树密院根据自制领土地法建立了一个140平方公里 54平方英里的未命名森林公园 虽然自19世纪80年代末以来 该地区就发现了石油 但政府于1898年开始批准保留和出售土地用于勘探 1901年奥科托克的约翰·莱伊汉姆组织了洛基山钻探公司 1902年他在阿尔伯塔省卡梅伦西附近的漏油地点 钻了第一口石油探井 尽管34度API填油的采收率很小 但这口井和后来的七次勘探尝试都没有产生产量 1965年该油井及其周边地区被指定为加拿大国家历史遗址 到1905年公园一半以上的土地已被出售或保留用于石油勘探 1905年9月21日 弗雷德里克·威廉·戈德萨尔写信给内政部长 要求他考虑扩大公园保护区 用于风景和娱乐目的 1906年生效的自治岭森林保护区法 在林业总监的授权下建立了库特奈湖森林保护区 1911年内政部长弗兰克·奥利福提出了自治岭森林保护区和公园法 将所有现有的山地公园 麋鹿岛和水牛公园指定为森林保护区 并有权将保护区的全部货部分指定为自治岭公园 后来的国家公园 1911年6月8日 舒密原令第1338号 将沃特顿湖森林保护区 35平方公里14平方英里的面积 指定为自治岭公园 比驻地工作人员预期的要小得多 仅为1895年140平方公里 54平方英里原始保护区的一小部分 1914年 弗兰克·奥利福的继任内政部长 威廉·詹姆斯·罗什将沃特顿湖公园的面积 大幅扩大到1096平方公里 423平方英里 1920年 班夫国家公园原高尔夫球场的设计师 兼首席专业人员威廉·汤姆森 被带到沃特顿设计一个9栋高尔夫球场 俱乐部会所将于1928年建成 球场在1931年至1936年间扩建至18栋 20世纪50年代 高尔夫球场建筑师斯坦利·汤普森 对球场进行了进一步的翻新 威廉·氏亲王酒店是加拿大最大的铁路酒店之一 建于1926年至1927年间 毗邻上沃特顿湖由美国大北方铁路建造 旨在在美国禁酒时期吸引美国游客 这家酒店于1927年7月开业 是加拿大唯一一家 由美国铁路公司建造的大型铁路酒店 这家酒店是以威廉·氏亲王 后来的爱德华巴士国王的名字命名的 这是为了吸引他在1927年的 加拿大之旅中入住酒店 但王子却住在他附近 阿尔伯塔省佩基斯科的牧场 酒店于1992年11月6日 被指定为加拿大国家历史遗址 沃特顿湖国家公园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可能需要参观几次 然后才能真正感受到 你已经充分利用了公园 从吃饭的地方到住宿的酒店 再到徒步旅行 你都不会感到无聊 在阿尔伯塔省生活了几年后 我们终于有时间参观了阿尔伯塔省 南部的沃特顿湖国家公园 我只能说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去参观 加拿大洛基山脉的这一部分 真的让我们大吃一惊 我们迫不及待的想回来 熊丘是阿尔伯塔省沃特顿国家公园的一次短途徒步旅行 这是一次很棒的加拿大洛基山脉徒步旅行 因为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到达熊丘 欣赏公园的美景 在晴朗的日子里 从这里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到蒙大拿州 这是一次美丽短暂轻松的徒步旅行 任何到沃特顿的游客都应该这样做 它就在镇上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轻松完成 这意味着你可以在沃特顿完成你的一天 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 以下是如何在沃特顿国家公园徒步雄秋 沃特顿国家公园的地学湖步道 被评为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徒步旅行之一 也是加拿大最好的步道之一 徒步旅行者从沃特顿镇乘船到达步道头 在步道上待了一整天 这条小径在10公里的范围内攀升900米 穿过加拿大洛基山脉 这条路需要徒步旅行者紧贴悬崖边 爬上裸露的梯子 挤过一条天然隧道 沿途步伐湖泊 瀑布和高耸山脉的美景 最后徒步旅行者会得到一个绿松石蓝色的湖泊 非常适合在炎热的日子里进行寒冷的浸泡 国际和平公园位于码头附近 以纪念阿尔伯塔省的沃特顿湖国家公园 和蒙大拿州的冰川国家公园的统一 他们共同组成了沃特顿冰川国际和平公园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此类公园 公园里有很好的步行道 还有几把著名的红色阿迪朗达克公园 加拿大一字 徒步旅行后 在沃特顿国家公园最好的事情之一 就是在美丽的威尔市亲王酒店享用下午茶 说真的没有多少地方比这里更适合喝农茶了 景色令人难以置信 威尔市亲王酒店是公园里的标志性酒店 稍后将详细介绍 从每天下午12点到4点 酒店客人或非酒店客人都可以享用三明治广场和糕点 如果你想知道晚上在沃特顿做什么 可以考虑听一些老故事 威尔市亲王号由大北方铁路公司于1927年建造 踏入这座城市真的感觉像是时光倒流 从家具、房间、电梯到鸡尾酒 来到这里是一种不同的体验 每天晚上8点 威尔市亲王酒店的工作人员 还会分享沃特顿的故事 甚至酒店的一些鬼故事 对客人或非客人开放 沃特顿最著名的景点之一是红岩峡谷公园大道 红岩峡谷公园大道是阿尔伯塔省最美丽的车道之一 这里有9公里长的连绵起伏的山丘 山脉和草原草原 有很多起点 你可以开它 或者带上你自己的自行车 或者从帕特市中心租一辆 全程骑自行车 接受这方面的观点 是沃特顿最好做的事情之一 即使你来自阿尔伯塔省的其他地方 我向你保证 你以前从未在山上看到过这样的颜色 著名的红岩峡谷 位于红岩峡谷公园大道的尽头 沃特顿国家公园的一个很棒的特色 你也可以轻松的徒步旅行 这是一个受欢迎的地方 尤其是在周末 所以一定要早点到 虽然沃特顿市中心很小 但这里有一些很棒的事情可以做 还有沃特顿湖沿岸的很棒的餐厅可以享用 我们最喜欢吃的食物 有Waterton The Winners Taco Bar和Thirsty Bear 在炎热的夏天 我们也忍不住在Big Scoop冰淇淋店吃冰淇淋 无论是乘坐皮滑艇 独木舟还是历史奖板 重要的是要确保你在沃特顿湖上下车 说真的 这是沃特顿最好的事情之一 尤其是在炎热的日子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 你可以在Pass Waterton 以每小时25美元的价格 租用奖板和皮滑艇 沃特顿镇的海岸上有一个华丽的卵石海滩 从镇上一直延伸到威尔士亲王酒店附近的沃特顿露营地 你可以在这里的阳光下放一些毛巾和椅子 或者选择一个树荫下的地方 欣赏湖对面的维米风 你可以带一艘皮滑艇或立式奖板到水上 或者如果你敢在寒冷的上沃特顿湖游泳 即使在8月的高峰期 水也一定会让你屏住呼吸 当你想伸腿的时候 有一条很好的人行道可以走 卡梅伦瀑布是沃特顿的另一个好去处 也是阿尔伯塔省最好的瀑布之一 它很容易从下面进入 而且非常漂亮 就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新鲜的山水流下来 站在观景桥上被凉爽的博物喷洒 游览卡梅伦瀑布对所有年龄段的人来说都很棒 因为你不必长途跋涉就能看到美景 离汽车只有很短的一站 你就可以体验沃特顿的奇观 就难度而言 下柏沙瀑布徒步旅行与熊丘徒步旅行相似 但你会得到瀑布喷雾的奖励 而不是去另一个国家的景色 这是一次非常适合儿童的徒步旅行 地形简单 海拔增加最小 在去瀑布的路上 你可以欣赏到沃特顿湖的美景 一旦你到达瀑布 你可以选择将其变成一次更长的徒步旅行 并继续前往博沙湖 那是另外三公里 400米和21个转弯处 奖励是一个明亮的绿蓝色湖泊 Walterton码头的海岸线游轮 每天都会在Walterton湖周围进行乘船游览 他们每天进行多次巡游 每位成年人55美元 这是一个很好的出水方式 您还将穿越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边境 在蒙大拿州冰川国家公园的 Goat Hunt快速停留 游轮将在整个夏天运行 友好的工作人员将沿途向您介绍 沃特顿国家公园的细节和历史 文化中心是阿尔伯塔省 最好的土著体验之一 有助于游客与真正的沃特顿精神 建立联系 在这里你可以参观并了解 的历史意思是内部神圣的湖泊 沃特顿湖高尔夫球场 是加拿大最古老的高尔夫球场之一 这是一个高尔夫爱好者会喜欢的18栋球场 这门课程的灵感 来自斯坦利汤普森 Stanley Thompson's的设计 建于1929到1939年间 由于山景优美 绝对令人难以置信 高尔夫球场在夏天每周开放7天 加拿大洛基山脉是世界上最适合骑马的地方之一 Alpine Stables是一家家族经营的机构 在社区中享有盛誉 自1969年以来 他们一直在进行旅游活动 并继续带游客游览沃特顿湖国家公园 200多公里的小径 带上公路自行车 山地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 去沃特顿国家公园 这样你就可以在夏天享受一些最好的小径 红岩峡谷步道如上所述 距离小镇36公里 是最好的骑行步道 另外两条值得考虑的路线 是通过阿卡米娜公园大道 骑自行车前往卡梅伦湖 你可以在加拿大西部的第一口游景停下来 通往Grandale湖 Langham Falls Row Lakes Acamina Pass Cameron Lakeshore 和Karsu Oderson的小径都位于这条路上 另一条是Coutena Brown Trail 这是一条多用途的小径 可以欣赏到Middle Waterton Lake和威尔市亲王酒店的景色